我们自己就可以肯定自己 自己就是自己的王 是逢一年一度重要的父亲节 这王位可能要暂时 先让给爸爸胡瓜哦 小镇低调庆祝 高调炫富 在IG分享了两张全家福 合照里有爸爸胡瓜 女儿Emma 妈妈秀秀 还有弟弟胡适安 小镇发文写道 父亲节快乐 亲爱的 辛苦的 可爱的 有智慧的父亲 子孙为老人的冠冕 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哦 那接下来是否该换爸爸 发表一下新的感想呢 我对他是最坦诚 我没有是一个父亲一面 或是艺人一面 私下我觉得要当朋友一样 你看我从他念书到谈感情 一路走来跌跌撞撞 其实我多多少少 都是给他鼓励比较多 但是我希望他要振作起来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不能说他没有收获啦 其实小镇的成长大家可以看到 他是比一般同年龄的稍微早熟的一点 想不到就在这个感人文心的时刻 竟然有网友歪楼摆错重点 跳出来发言说 哎呦难得全家一起集合 没看到丁柔安真爽耶 破坏人家家庭的女人不该出现 丁柔安这个小散 本来就不该出现在这种场合 丁柔安没有错啊 我们应该要祝福瓜哥 他们一家幸福平安快乐 他做的最可恶的事破坏人家家庭 这是天理难容的事 哎怎么直接在人家板上开战咧 这样的场面恐怕也是小镇 始料未及 过好自己的生活就比较重要 胡瓜和秀秀1982年结婚 2001年离婚 直到2014年 胡瓜才又和丁柔安结婚 虽然胡瓜跟秀秀离婚20年 但两人还是维持良好关系 几乎每个月或是逢年过节 都会固定聚餐 小镇最后不得不出面 向激动的网友们喊话 谢谢你对我们家的事如此热衷 但今天也是伟大的父亲节 请别模糊了焦点哦 对于无端被网友攻击 丁柔安心情没有受影响 他说因为我不会上网 所以现在才看到 大家每天都平安健康 这个是最好最棒的事哦 对啊网友讲一讲就算了 娱乐动新闻 左耳进右耳出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